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公式 或者一定会有的元素 我觉得共同的东西就是难关 一定都会有难关 而只要能够突破难关 就是精彩的故事 我们今天第一个主角 他遭遇的事情 一定都会让人想问说 怎么会这样 怎么这么惨 的确在妈妈的头七那天 他遇上了车祸 结果先生过世 两个小孩重伤 而他的公公因为这样的打击 难以承受而崩溃失智 他的小叔也生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不但咬牙撑住这个家 还把公婆的柚子园 中到得奖 所以说这位单亲妈妈 突破难关 创造出看到她的勇敢 也活出了精彩的故事 我不能哭 我是爱用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 我自己是爱用 就是一定要 我没有别条路可以选择 白柚树是他撑起 一个家的希望 也是对先生的承诺 哪一棵树 是我跟我先生聚的 哪一棵树是我跟他扶的 说记得很清楚 可是我不敢去想 但是我只会跟他讲 我都会跟他说 我回来了 还有我 然后我也跟叔叔说 挺我 就像以前你挺老板 跟挺我一样 你要挺我 过去张金雪和先生 都在外地工作 只是假日才回来台南麻豆 帮公婆打理柚子园 现在的她是专业农夫 一个人要照顾好几区的文旦园 和白柚树 我回来要接的时候 那个宿舍很弱 你会觉得好像他要告诉你说 这个主人都不在了 有一种痛难以言喻 七年前的某一天 张金雪刚送走妈妈 却迎来生命中另一个打击 去参加妈妈的头七 要赶回来带孩子 回来看阿公 所以就在高速公路发生了意外 先生当场就忘生 然后当然 他小孩子就一个整个眼睛都没有 然后后来他手术就单脸 头皮跟脸这样子 就缝了三百多针 车祸的猛烈撞击 让两个孩子单眼都几乎失明 其中小儿子状况遭到医生都犹豫 是不是该放弃 另外一个也受伤 然后先生又不在了 然后这个孩子如果救起来 是我一辈子要背的 那到底要不要去救 夫妻俩都是苦过来的 为了一个家 他们拼了命地工作 出事前一个月 大女儿替他们拍下 难得出游的合照 地点还是离麻豆不远的安平古堡 其实我看来一段大朋友很难过 因为那时候我们把房贷付完 我们结婚十多年 没有去外面说去哪 连度蜜业都没有 你懂什么 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家 先生承诺等孩子大一点 就带他到北海道看雪 过去那个平凡小日子 原来是那么美好 值得珍惜的 他的世界崩塌了 不到几个月头发全白 人也瘦到只剩三十几公斤 全身发抖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在我这个身上 怎么会是我 我没有办法去接受 那时候很难过的时候我哭到 那个眼泪流下来是会痛的 整个脸都是痒的 然后哭到就像你觉得你的眼睛 好像在不是流眼 那是流血 然后我还发现我 很多东西字看不到 更糟的是公公痛失爱子 精神崩溃而失智 再也无法务农 一年后张金雪决定辞掉工作 带着孩子跑医院 边替夫家照顾幼子园 公公那么老 然后先生也走了 然后我如果不回来务农的话 我如果不回来承接的话 那还有谁要承接 有些人会讲说你就是卖了 你还是可以养小孩 就是过一般人的生活 可是我会觉得说 我不服 我要向老天爷抗议 因为你给我的是一个 完全富逃无完卵 你给我那么大的伤害 我要做给你看 不像现在书花剪枝都难不倒他 那时他拿起锄头 想整顿荒芜的果园 却不知从何开始 头几年树养不好 产量也很差 下雨的时候 它透气性不好 水就渗透不好 然后容易就会暖金 他请教专家去改良场上课 到别人的园区实习 才发现麻豆南北方土质不同 这里没有比别人优厚的条件 他就想办法自己创造 因为那时候图很硬 所以又会淹水都死掉 所以那时候我就先做了抽水 素水的 然后之后草皮重新直草 一颗一颗这样直草 有一些专家他又认为说 草可以增加有机质什么的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到底要不要 我就拿了一块园区来做 那我不做我永远都是人家讲 那个不好就拿 那我没有去突破 我没有去超越 然后你就是跟别人一样 他想赌一把 花了两年想尽办法增加有机质 改变土壤地利 种草被人家骂 然后买了这条除草机 人家也骂 因为种草了 干嘛还要再买除草机 种草是因为我要让比较 土壤比较好管理 然后增加它的有机质 那除草机是因为 我没有在喷农药 那我不是把它除到说连根拔起 我只是要让它保持一定环境 对就这样子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还是要除草机 从不会开车到现在可以开着除草机到处跑 有人劝他其实不用那么累 大可以离开夫家找份工作 专心照顾孩子就好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我的事 可是对我来讲 那个都是根深在我的心里面的 不可能说你可以在外面吃香喝辣 然后到这里这样丢老人 或丢这个田这样子 我觉得那我做不到 我宁可跟他拼 我可以跟我的田共生事 要忙的不只是顾好柚子园 他还要抽空带小叔就医 打点他的三餐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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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出车祸 对 他就已经就是脊椎有受伤 本来就身体就不是很好 对 走路就是爱划拼 中风之后就更难 因为就一半边都没有力气 七年前先生出事时 张金雪要照顾失智的公公 身障的小叔和两个重伤的孩子 他心力交瘁 也曾想过放弃 但想到孩子当妈妈的心软了 连走上绝路的力气都没有 只要他活着 我就一定要救 我不想放弃任何一丝的希望 然后那时候 我记得我还去跟我先生讲说 帮我救那个孩子 那是我赢的 我知道你有很多不甘愿 可是你都走了 那甚至我希望你能够在上面 尽你最大的努力帮这个孩子 只要他活下来 王家的一切我都帮你承担 他向先生许下承诺 咬牙面对老天出的难题 我把我的树 我都把它纳进来 就像我们都是跟我的孩子一样 我是看待他们这样子 包括我的孩子跟我的幼子树 都是我的孩子 都是我的家人 因为事实上我也没什么家人 大白幼成长期间 他不怕麻烦 细细地替上千颗果实套袋 没有喷尿的时候 你那个果蝇会来钉 东方果实蝇 所以你就保护起来 它就不会钉了 所以要套袋 这样出来品质会比较好啊 而且每一颗 你被钉了之后就损害了吧 务农本来都这样子啊 个个都是薄耶 有些人不知道都这样包 你就这个雷啊 雨水里面都是水 然后出来它就会丑 所以你包的时候一定要 这个一定要这样子 一个再下一个再上 然后这样捲起 他把文旦白幼品牌化 努力通过产销履历认证 甚至二度种出得奖的文旦 可是人家会觉得说 不是中第一名啊 你也好咬的 可是对我来讲是 因为我有 可能我要比别人更努力 我才有几天 所以我很珍惜 他没有志得意满 文旦得到肯定之后 努力推广这硕大多汁的大白幼 每回交出成绩单 就让自己归零 重新找出新的问题 为什么要打什么理论 是因为你时时刻刻都要去调整 你的步调 如果你志满 你永远都不会去进步 他停不下来把自己逼得很紧 却不再消沉忧郁 因为他从没忘记当初对先生许下的承诺 我意思是说你会在天上看到我 我帮你做得很好 让你很有面子 我把你们家王家这一块牌 我帮你打亮 我就这样跟他讲 这一路上困难很多 一开始甚至还有人怀疑他 是不是对夫家的土地别有用心 身心俱疲的时候 总有一个力量会支持他走下去 我也梦到他蛮多次的 包括小孩子去开刀什么 我就梦到他跟我拍拍肩膀 跟我说顺利啊 没什么事叫我非常担心 张金雪带着姐弟俩踏上北海道 这是先生在离世前的最后愿望 而让他欣慰的是两个孩子 在挫折中学会体谅 一家人的关系更加紧密 他说你把你自己招呼好 我只有一个妈妈 我不要当弟弟的妈妈 全你记得 然后我就觉得他才那么小的小女生 跟我讲我觉得好感动 所以我就不怕他会变坏 所以我觉得我每次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就想到小孩子跟我讲的话 那没有什么我站不了的 我站不起来的 即便受到很大考验 却也得到不少人帮助 当初失去左眼的小儿子 因为一个外国人的无私捐献 让他的外观得以和平常人一样 现在的张金雪 也想当一个手心向下的人 他决定捐出25%的文旦所得 帮助弱势团体 把这份爱传承下去 如果你没有站起来 你就永远没有机会 你就被你的命运打败 等你东西又做顺了 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 会帮你的人会非常多 在人生困境里 要怎么转念走下去 总是说得容易 多年来他靠着疯狂工作 不断地自我对话转移伤痛 老天爷他会在惩罚每一个人 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都看到那个能不能 有这样子的一个战斗力 那他给你可能就是伤害100分 可是他觉得你 你站得起来 也许他就是选对 他选到别人可能就会疯掉 然后可能就会走了 可是你没有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都能够站到这样子 然后有一个女生 那为什么我们不行 你知道吗 你就会带给很多人正能量 从一个躲在先生背后的小女人 到肩负起一个家的单亲妈妈 这片柚子园 不只是张金雪填饱肚子的事业 也有着对先生的思念 对家人的爱 和绝不轻言放弃的勇敢 爱的意念如此坚强 竟然撑出这么大的能量 把逆境都转过来 我还没想到过来 你也没想到过来 别人的思念 我还没想到这种可能性 我还没想到这种可能性 也没想到来 这么多人